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百姓生活 新闻与您同行 晚上好 观众朋友 这里是江西卫视新闻一行 欢迎您收看 首先我们来看时政要文 5月18号 我省迎来5月份以来的第6次教育过程 全省防汛工作面临新的行事和要求 当天下午 省委书记强卫来到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看望慰问全省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 检查指导全省防汛工作 省长陆星社今天对防汛工作做出指示 指出连降大雨 土壤饱和 极易引发灾害 各地务必加强防范 权力减少灾害损失 特别是人员伤亡 好 我们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江西省昌久地区扩大开放合作推卸会 今天上午在湖北武汉市举行 副省长 省政协副主席胡佑陶出席 作为我省在第九届中部博览会上的专题主场招商活动 本次推介会现场举行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共签约重大项目32个 总投资达177亿元 省吕发伟今天和吕交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副省长朱鸿出席仪式 吕交网是全国最大的旅游产业招商与投融资平台 双方的合作将主要围绕旅游招商 项目建设和旅游投融资三个层面展开 此举拓展了江西旅游产业招商与投融资渠道 标志着江西旅游产业迈向资本时代 2014年 江西旅游投资总额为3321.98亿元 好 谢谢我们的夜行 从昨晚到今天石城县遭遇20年一遇的暴雨袭击 全县受灾严重 由于持续特大暴雨的袭击 全县10个乡镇有6个出现了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导致部分道路受阻 很多地方只能够步行前往 其中大油乡卓龙村受灾最严重 接着在卓龙村看到 这个村的公路已经完全被淹没 路上的车辆 农田里的拖拉机也被洪水冲走 有八户民房也因为遭遇泥氏流灾害袭击一片狼藉 损失惨重 由于人员转移及时 目前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昨天晚上差不多一两半 那后面就开始塌风 它两两个都停掉 稍微停掉 泥巴被进来 饭都没办法煮 然后那个墙也是肯定有一个影响 但是什么 绑安犯着 从大户的 本来户的 就在哪里接受的大事 据了解 此次强降雨导致了这个县的瘦散面积达一万五千余亩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两千万元 没日来的降雨导致了五宁县境内的河水暴涨 罗西河就因为水位上升河水湍急 几艘失去动力的运沙船撞到了河坝上 威胁着河坝的安全 五宁县消防大队官兵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发现有三艘运沙船紧贴着河坝 在洪水猛烈冲击下 大坝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 此时河水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而河的下面就是村庄和一大片鱼塘 一旦河坝崩塌后果不堪涉 情况紧急 救援人员分成两组 一组用绳索把不能开动的运沙船往岸边拉 另一组人员则通过拉梯下到运沙船上 用铁销经理运沙船内的沙子 减轻运沙船的重量 经过四个小时的救援 三艘运沙船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解除了河坝危险 受连续强降雨的侵袭 修水县少数农房受损 部分山体出现滑坡等地质灾害 灾情发生后 各乡镇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安全转移受灾群众 这里是修水黄沙镇十举村 受这次暴雨冲击 村民雄三艺家中的老房子突然坍塌 灾情发生后 修水县矿产资源管理局组织勘察人员和黄沙镇镇村干部 第一时间赶到了雄三艺家中核实灾情 转移老人并送上临时救助金 记者了解到 到目前修水县因为暴雨导致房屋受损的 大多是一些破旧老房 除了雄三艺老人的之外 还有黄沙镇十举村冷冬梅家 和易宁镇宁宏社区的四户农户房屋受损 目前这里的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在九江有这样一位画家 带着对家乡的热爱 创作了家园系列作品 而在他的画中 描绘的大多都是一些 身边平凡的景色 他就是画家陈宁荣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他 作为九江本土画家 大家都会画婆湖景色和庐山风光 但是在陈宁荣的家园系列中 却包括着很多乡村田园景色 老旧的瓦屋 长在村头发芽的老树 都是陈宁荣眼中的一片风景 生于丝长于丝的他 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色 都会觉得格外的亲切温暖 这些景色都是我们故乡 是我们的亲人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些东西融入到画里面 我很用心地来体会他的亲情 我觉得这幅画画出来 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家乡的美 家乡的温情 在陈宁荣看来 家乡的美不仅体现在 明川大山 泊湖长江上 在野渡西间 市井老屋 一座座平凡的村镇里 也是美的元素 当然 在平时的写生时 也曾被人问到 画这些平凡景色干嘛呢 我们有一次在外面画学生 有一位大概有七十来岁的 一个老大爷 他坐着我旁边 他就看到这个画 他问 他你画的这个画 画了干什么 陈宁荣告诉记者 其实这些让人觉得 格外亲切温暖的风景 除了放在家里 是自己感受体味 对于那些常年在外的游子来说 就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慰藉 尤其是在外面什么打工的人 他如果回来看到这样的画面 他说可能也会思乡的 陈宁荣说 画家除了要练好七本功脉 外出写生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可以深入自然 深入生活 更能体现画家的情感 每次外出写生时 他总会选一些 能够给自己带来感动 以及情感触动的风景 在他看来 这才是活的风景 感动了以后 我们才会动体 只有这样的话 我才充满生机 才会感动自己 同时也能感动 看我们画的人 日前德行档案局工作人员 在征集抗战档案过程中 从一位收藏爱好者的家中 发现一张 清华日军在庐山拍摄的 原照 在德行市档案局 记者见到了这张照片 照片长6.8厘米 宽5.2厘米 照片内容为日军祭奠 被中国军队击毙的 清华日军陆军101师团 101连队 连队长 范种国武郎的场景 这张照片是当年的日军的 绥靖记者拍摄的 后来流散在国内 目前被我局 从一位收藏家手中 征集而来 经过档案局专家 对照片进行放大比对 该照片拍摄于江西庐山秀峰下 秀峰寺前 画面上秀峰寺墙壁 但很累累 范种国武郎临时坟墓 设于秀峰寺旁 墓碑为方柱形 正面书 故范种部队长之墓 又测书 昭和十三年9月3日战死 一位大胡子日军将官 跨刀而立 面向墓碑 1998年8月 日军攻打江西庐山期间 范种国武郎率军 驻扎在庐山秀峰寺 并杀光了四类的和尚 9月3日 范种国武郎率领 清华日军攻击庐山的东孤岭 被中国的守军 基地于山道上 范种国武郎 在日本的名气很大 被誉为军神 他被击毙的消息 震惊了日本的朝野 此后被日本军方 追进为陆军少将 据档案局的负责人介绍 这张照片直观地反映了 江西抗战历史上重要事件 对研究江西抗战历史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天零点起 南昌铁路局 对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 这次调整列车运行图 南昌铁路局管内开行 旅客列车372.5对 其中新增始发列车 厦门到兰州 值126127次 新增图经旅客列车 包头至深圳东间 值184181次 值182183次 贵阳至天津间 快13421343次 快13441341次 深圳至富阳间 快562561次 停运远南昌西至长沙南间 高16051606次列车 据了解 今天到22号 是南昌铁路局的条图过渡期 为方便出行 旅客可以登陆12306网站 或南昌铁路局官方微博等 查询列车车次 好 更多新闻资讯 我们来看今天的野行速递 南昌铁路局从明天起 将首次开通南昌到宁波的 G字头动车 前程仅需要4小时13分 比原来的D字头动车 快了三个多小时 其中一等座票价 为551.5元 二等座票价 为327.5元 18号 南昌市车管所 向互联网选号系统 投放4万个新车牌号 市民可以登陆 江西红绿灯网 车管所服务大厅 自主选号 近日张树青年画家 陈志刚历时三年创作的 300米国画 中华盛世牡丹图 已经完成 并进行了首次展示 中华盛世牡丹图 长约305米 宽70厘米 由上10万朵 大小牡丹花构成 画卷为整张宣纸 目前这件作品 已经获得了 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现在正在申报 吉尼斯世界纪录 近期上海警方 公布了一些典型的 银行卡盗刷案件 眼前这台POSE机 看似没有任何异样 但早已经被犯罪分子 将能够盗取信用卡信息 并且具有发射功能的芯片 植入到了POSE机中 只要有人刷卡 相关的个人银行信息 就会通过芯片进行复制 同时在按密码的地方 也多了一个装置 用来记录银行卡的密码 神不知鬼不觉地 盗取了信用卡的信息 公安机关表示 当前盗刷银行卡的手段 推陈出新提醒大家 网购时尽量选择在线支付 5月18号清晨 深圳龙岗警方 伏击一个倒车犯罪团伙 三名倒车嫌疑人逃离时 落入警方伏击圈 并驾车亡命拒捕 疯狂撞毁时三辆围堵车辆 并继续冲撞民警 民警在铭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依法果断开枪 当场击毙一名嫌疑人 升勤另外两人 茶脚三辆被盗小轿车 搜出访六四手枪一支 等作案工具 要列举最具男人味的比赛 国际伐木锦标赛 一定是榜上有名 每年这项赛事 都会吸引全球各地的壮汉竞技 今年拔得头筹的是一位澳大利亚选手 他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当地时间5月16号 2015年国际伐木锦标赛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米开朗奇罗广场举行 2500名观众云集台下 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经过激烈竞争 决赛在澳大利亚选手 布拉德德罗赛和美国选手 小阿登科加拉尔之间展开 两人在电锯锯木桩 斧头砍木桩等多个项目进行比拼 现场电锯声轰鸣 斧头声令人心惊 目屑横飞 两名选手汗水四溅 最终布拉德德罗赛 从用时到技巧方面都更胜一筹 卢愿获得比赛冠军 而且德罗赛还创下了 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在不到58秒的时间内 砍断了四个木桩 就连他本人也为这个成绩 感到惊讶不已 伐木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 此外力量也是不可获取的重要因素 因此每年的国际伐木锦标赛 也被视为壮汉展示 男人味的体力竞技 好了 看明天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